所以你感覺得出來你應該吃不完 應該很大份欸 因為它的雞條牌其實也很大 那小芹好像那裡有一排刺 欸會不會太慢講了 至少五根欸 好吃嗎 整個都是很幸福的 那我來看裡面好像紅蘿蔔欸 炙燒格子的痕跡 我剛剛在擺弄它的時候 覺得它好像還滿嫩的 目前拍的三家我最喜歡的夾喔 今天又帶大家來吃牛排 其實呢牛排我們最近其實一直排一直排耶 因為其實還滿多人很喜歡這系列的影片 那我們今天來到的地點呢 就是在太平 又是太平 這也是盛產牛排是不是 而且都古早味的 真的 太平的話我們好像已經拍了三家了吧 沒有這家第三家 對 然後還有沙鹿其實也還滿多間的 沙鹿還有兩三間還沒拍 對還在清淡中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一家店 就也都是網友他們推薦的 其實呢我看這個名字 我一開始以為它應該是在賣樹的牛排 不然我想說水遠不是樹的泡麵嗎 結果不是喔 它其實是開了接近三十年的牛排館喔 因為我今天突然想要吃雪 但是呢我之前都是吃雞排嘛 但我覺得吃雞排 是不是才可以跟大家比較熟悉 講那雞排吃起來怎麼樣 那是你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然後它其實還有一個就是雪魚加雞排 兩個都有 那我怕太飽了 我等一下應該想吃生菜魚 它這邊還有商業餐 這商業餐就是比較便宜的 比較平價的 像是270240最貴就這樣了 對 還是我就直接點一個商業費力給大家看 然後打壓那個樹皮濃湯跟紅茶點起來 是B餐才270塊 它其實最便宜的就是鐵板麵 110塊而已 對 那如果你配A餐才80塊 它們菜單有分牛排 然後海鮮 對味 還有魷魚 花枝 鱈魚 干貝 好多喔 超加明瞎 還有香葉 各式各樣超級多 它有一些分成單餐和套餐 然後內容物付的東西不太一樣 然後價錢也會不太一樣這樣 然後有一些後面的 它是都已經全部都付好了 你們要點的是這種套餐的話 它裡面會有最後的飲料 有四種可以選擇 我覺得很棒的就是 它還有現打的新鮮果汁 然後它們這裡停車的話好停嗎 小北百貨旁邊有個很大型的餐 一個小時才20塊 蠻便宜的 然後它這後面這個商業餐的話 我們剛才原本想說要點這個 但它最後有給我們推薦 就是換成前邊那樣子 它說才差20塊30塊 然後肉質比較好這樣 對 然後這裡還有單點的系列 樹皮濃湯旁邊這個碗一定要這樣長長的 才會有感覺 很有年代的感覺 很有年代 而且它這間開了30年 差不多囉 因為我們剛才其實有看到外面 它寫說1995還是1996 對 然後它前面有寫說 它們即將30年 這樣子 而且我剛才其實一進來的時候 我想說 這間店我是不是來過 十方克 對 很像就一進來的感覺 還有它的這個白癡 而且都是在太平 會不會太平 之前是牛排成正的 這他們的副產紅茶 這個紅茶是可以一整續杯的 我覺得這點很讚 因為我們剛才看到有個人 他其實已經喝了一半 然後就還沒有奶 來幫它填滿 好讚喔 你怎麼沒有把它搓爛 有啊 這裡 這裡也要搓進去啊 感覺有點像很多 一大坨衛生紙在湯裡 我不可以接受 我發現我們兩個其實飲食習慣真的差很多 對啊 什麼咖哩飯你一定要攪 我一定不會攪 咖哩飯要攪跟不攪 又是分兩派 對 然後蘇米濃湯你要全部下跟慢慢下 又分兩派 好吃嗎 它那個跟剛說到十方克有差嗎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像 真的很像 它跟蘇米濃湯來都很像 就是它的玉米濃湯也是非常濃的那種 就是喝起來不是水水的 它那個蘇皮的話我也覺得靠得還不錯耶 整個就是很幸福的 當然它裡面好像紅蘿蔔耶 它紅蘿蔔就是點綴吧 就是讓它有點紅紅的比較可愛 神奇啊 這樣子的話就全部都吸滿湯汁了耶 這樣它那個蘇皮 你看它吃起來就會QQ的 然後我們先來吃這個餐前酒換的 如果你點套餐 好像原本會有一個餐前酒 對 那它就是變成這個 如果你不喝酒的話 它這個貝類啊 如果你沒有吃的話 你就是餐前酒這樣子 二折一 啊為什麼我的是給你吃掉 嗯 剛剛自己叫我吃的 還不錯耶 它那個是沙沙醬 新鮮的貝類的感覺 就是大家在Buffet吃到的那種感覺 沒有任何調味 就是它原本的味道 加上那個上面的醬料這樣子 那它的沙拉吃起來咧 就沙拉 那你這裡又可以獲得一個 古早味沙拉 對 它就是古早味沙拉 然後有些蛋 玉米 黃瓜這樣子 然後這就是沙拉醬 所以你感覺出來你應該吃不完了 應該很大份耶 因為它的雞團排其實也很大 然後它的鮮魚的話是比較長的 對 細細長長 但是麵好像相對都比較少 還是你的盤子比較大的原因 往上人家都說比較偏少 偏少嗎 然後沙拉也比較偏少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夾麵的話 你是一開始就要先跟它夾 這可以夾麵喔 要錢嗎 應該要吧 因為它沒有寫美貝夾麵 因為我的那個麵真的是 有空隙的 就是一根一根這樣 下面還有啊 當然就是不多 不多這樣 那它的麵呢就是有空隙麵 跟一般的麵可以做調選啊 那它說一般的麵好像就是白麵 它是那種扁扁的 然後我之前最喜歡吃的呢 其實就是沙烏那一家 因為它是非常細的 很古早味很古早味 那它這個的話 有點類似像那種 陽春麵吧 對 陽春麵的類似 寬寬扁扁的這樣 對 但是它吃起來其實是還蠻有嚼勁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的兩種肉品 他說呢 鱈魚的話 它是中間有一個骨頭而已 很好吃耶 好難得 今天我想吃鱈魚 還是你可以去賣老吃賣香油就好啦 大很多耶 一入口之後 它就馬上就不見了 因為我有時候 不太喜歡吃肉感 太明顯的一些肉類 這種的話 就是感受不到什麼肉 來你吃吃看吧 那小芹好像那裡有一排刺 會不會太慢講 為什麼人家看起來那麼哀怨 你剛才不是說會不會就是中間那一排有刺而已 我現在才切在前面而已 至少五根耶 好了危機狀況解除 來吃雞排 雞排的話呢 它其實是炭烤雞排 感覺也蠻好切的 雞排有沒有吃啊 怕了齁 我先來一口 我先來一口 它的雞排呢 皮的話呢 好像也沒有很多耶 它的那個厚薄度 這個比較偏薄一點點 好像沙路那間的厚度比較明顯 我這一塊就是只有皮而已 比較薄啦 哇 比你現在等一個吃下去的話 沒有要等不到耶 哈哈哈哈 超厚片刻 呵呵 麵皮很香耶 它的肉就整個就是 小小的一層 但是我覺得 這樣吃進去的話 皮是讓我滿驚豔的 對 那個皮 而且它這個吃起來就沒有壓力 就是你可以慢慢吃 還不錯吧 雖然它是薄的 但是我覺得 這好像以後來說是加分 還不錯 但是我這次點了這兩個 我感覺都可以 只是它裡面的配料就是 麵比較少搓 所以大家如果要吃的話 你們可能要先有心理準備 給大家看一下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分量這樣 其實我在牛排上面呢 它的還有那個 炙燒的格子的痕跡 對 我剛剛在擺弄它的時候 覺得它好像還滿嫩的 我點的是五分熟 因為我已經想到 我們會很久才會吃到這塊牛排 哈哈哈哈 所以還會在鐵板上面 稍微再夾熱一些 糟糕 很好吃耶 它咬的第一瞬間 它出來的不是肉的感覺 嗯 是那個血水 很濕 這時候都感到 而且你完全是說 有那種很深很深的感覺 咬下去會噴汁 那那個噴汁 你會知道是血水 而且它其實是兩塊 它在切的時候 你會感覺它的那個表面 比較爛 但是它你咬進去的時候 哎呦 哦 沒感覺耶 那我剛才店員他們說 這個其實就是瘦肉 好好吃 然後人家的評論人家說 他們給沙朗的話金證 就是比較多一點 所以如果大家怕金的話 那就跟阿寬點的一樣就好了 看個人啦 隨便 會不會有些人是喜歡吃 比較乾的牛排啊 因為我怕我們講的很好吃 但是他們喜歡吃乾的來 會覺得很害死 它旁邊的這個麵 就是它的所有的東西 它整個盤子裡面的那個醬料 是有點像是 它可以淹過半個盤子的感覺 哦 我是可以直接把麵 沾到這個醬裡面 這樣子的 有點像是會麵的 對 有點會麵的 但是Ryu它就是 就比較沒有那麼濕 對啊 有可能是他剛才失手 夾太多是不是 我覺得失手的機率比較低耶 但是我真的是 蠻推薦大家可以點 五分熟的這個菲力 然後配空心麵這樣 你下次來的話 還是一樣會點一樣的 一定會 那你會想試試看商業嗎 因為他說這個商業才差30塊 那我就是點這個就好啦 而且我還有食品濃湯 那我現在的運期呢 大概是在28週了 28週已經變成就是偏後期了 那其實我們之前 前一陣子一直想說 要不要再趕快再去一個國家 但是好像28週之後 你好像就是要有什麼試行證明 欸 最近不是有人在醫生上面升艙嗎 嘿嘿嘿 就好像有人太危險了 我勸你不要耶 我勸你不要 就不知道在飛機上會遇到什麼事 飛機上面剛好沒有醫生就創賽了 真的創賽 就要等到小松明出生之後再看看 出生之後還要在一個月的月子中心 然後也不知道他剛出月子中心的時候 適不適合出去外面玩 最近我們都還是一樣會一直回去看一下 我們出國的影片 我們自己都覺得哇好喜歡 比較少人看的 嗯 反正的運氣好看耶 我是覺得我們出國系列都很讚 然後也會一直收到很多人生 他們問我們說出國相關的訊息 譬如說住宿啊什麼什麼的 我們沒有放棄 我們只是在等一個好的土機 然後我自己也還滿有興趣那個郵輪 就感覺以後好像帶小孩子上郵輪 他不是乖你把他丟下去嗎 餵殺魚 你把爸爸丟下去 那現在28週嘛 所以呢我覺得有一些東西已經要開始準備了 譬如說我最近開始在看器座 然後還有新生兒的衣服啊等等 就覺得哇剩下兩個月 而且不只那些東西 我們家也好像有需要改變 因為我最近去看那個什麼 上那個爸爸教室 他說很多家裡其實蠻危險的 角落什麼桌角那些都要把它保護起來 對 真對耶 等下你默默的就全部吃完了耶 對 現在酥皮就是要這樣子 有點爛爛的這樣 而且它那個酥皮的烤的那個烤香的味道 好香喔 我是覺得它的酥皮濃湯喝起來是偏甜的 就是整個吃起來就是甜甜的酥皮濃湯 我要grip 我等一下就grip it再買個豆花好了 因為你通常吃牛排吃完 都會覺得喔好飽吃不下了 但是你現在吃完感覺還是可以再吃東西 其實我也可以不要吃 就是感覺是那種差不多的 隔壁的豆花感覺很好 我很好吃 剛才是不是隔壁的豆花太吸引了 因為這條路好像是 這裡很多賣吃的地方是塑銷路嘛 到處都是吃的 就很多吸引的那個地方 還有很多飲料店 這個飽食感我是可以接受的啊 就是差不多 這個就是你的最後的果汁嘛 他說是蘋果加鳳梨喔 對 也是小小一杯啦 這是餐厚的飲品 對然後我們六一全部吃完了 我這次只有跟他吃兩塊雞腿肉而已 對啊 所以他的份量其實真的不大 雙腿好像不太大 但是他的口味是好吃的 好吃的好吃的 我滿喜歡的 這家好像目前拍的三家 我最喜歡這家喔 大口十方丘的這家嘛 我覺得這家在太平裡面我最喜歡這家 沒有想到還有這個耶 他這是番厚甜點 完全忘記耶 連我都有喔 對啊一個是茶凍 然後一個是布丁 哇好貼心喔 而且他上面還有灑這個 可可豆 其實我上一秒我才說 好像沒有什麼飽足感 結果發現我剛才吃黑飲料 剛才喝完 直接飽了 他這隻就是蘋果配鳳梨 我覺得還滿好喝的 他拿去吃鮮一鮮嗎 還有空間可以吃吧 還可以吃一碗綜合豆花 說不定等一下吃完這個也就不行 兩個都給你 他這盒的話一個是茶凍嘛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東西 但是還是很香的茶凍 吃到那個布丁的口味 我真的覺得眼淚要流出來了 我們一起小時候那個 真的沒有吃過嗎 沒有 但這個味道我記得 布丁雪糕 這個蛋味 但是那個蛋又不是那麼純粹的蛋 對 如果大家想要回憶一下 或是想要知道小時候大家要吃什麼 來這裡吃這個甜點 週定你帶你爸爸來他們都會很 很有共感 因為這間店 30歲跟我們一樣大 真的 昨天他們約會都來這裡吃了 有可能 欸吃飽了要走了嗎 走啊 要走去哪裡 還是不要吃鮮魚 有點飽了 你是不是吃了那個果凍之後就飽了 對啊就是整個飽足感差不多在8分左右了啦 要吃也不是不行啦 但是我感覺吃飽了 剛剛花多少錢 720嗎 對我們剛才這樣花是720塊錢 兩個人720 但是如果你是點一般的話大概就四五百而已啦 喔對 那你覺得好吃嗎 還不錯這間就是我剛剛說的 我可能是三間裡面拍過的啦 最喜歡這家的 因為像是大口它就是主打那個雞腳嘛 對它就是蜘蛛吧非常豐盛 對然後這間的風格跟十方克很像 但是口味我自己會比較喜歡這間的 喔喔 就是那個牛排是比較屬於濕濕的斜斜的這樣 喔好好吃喔 嗯 那我覺得它這一家附的品項就還蠻多的 喔對對對 對我雖然被它那些其它堆疊上去煮餐的話 我是覺得還好 但是它會給你一些果汁一些飲料 飲料喝到飽我覺得也是很讚的 喔真的真的 然後最後還有那個雖然沒有很厲害的那個果凍 就是古早味的 就是古早味的 這整個下去就會飽了啦 對 那如果你們一樣還有什麼清淡的話 歡迎再繼續告訴我們 沒有錯喔 不知道我還可以再排到哪時候 說不定排了半我就要去升了 哈哈哈哈 真的欸 對啊 我們下次再見啦 好掰掰 拜拜